各位同學晚安,我是長根 今天是10月11號晚上6點多 歡迎來到強迫自己閱讀ANGULE官方文件30天的第26天 今天講的是英雄指南 第五小節 新增應用內導航 那我們昨天已經把這個服務這邊已經講完了嘛 今天就是講第五小節 新增應用內導航 它這個導航呢其實就講的是路由的意思 文件上的這邊呢它是寫路由啦 但是小節這個標題呢它寫的是應用內導航 名字看起來不一樣 但一樣都是講的是路由的部分 好,我們看一下 有一些英雄指南呢 的新需求 OK,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做這個 英雄列表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英雄列表呢需要有新的需求 新增一個儀錶板 就是新增一個Dashboard的檢設 這個應該指一個是Dashboard Component吧 然後呢 新增在英雄列表和這個Dashboard的檢設之間 導航的能力喔 意思是說我們應該是 應該會有個按鈕或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切換喔 或是一個連結喔 我們可以在英雄的列表這個Heroes Component 跟這個Dashboard Component之間做切換喔 接下來 無論在哪個檢視中呢 點選一個英雄呢 就會導航到該英雄的詳情頁喔 所以說 OK,現在是說不論你在哪個地方 任何地方喔 你點了一個英雄的話 你選擇這個英雄的話 都可以到這個英雄的Detail頁 Heroes Detail Component 看這個英雄的詳情喔 接下來呢 在郵件中點選一個深連結 會直接開啟一個特定英雄的詳情檢視 那這邊的郵件呢 應該指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喔 When user click a deep link 所以說這個deep link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嘛 然後email 所以他可能會拿到一個信件吧 或是訊息之類的喔 那這個訊息裡面呢 會有更正 email email email裡面呢 應該會有個link 那他可以 看到我們這個英雄的檢視喔 看看我們英雄詳細的檢視喔 所以說 本頁的程式碼呢 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他這邊呢 有範例可以直接下載 好 我們看這個圖片喔 他說完成時呢 使用者就像這樣 在應用中打行喔 OK 那現在呢 他說 這裡會有 這個應該是Dashbow Dashbow 有個儀錶板 然後顯示TopHero 有幾個英雄在這邊 然後呢 如果你按Hero的話 按Heroes的話 就會敲到這個 買Heroes了 就是我們的英雄列表嘛 那這個是我們的 目前的Heroes Component 然後 那下面呢 看一下喔 那這邊呢 他講的是這個 Detail 應該講的是Hero Detail Component 所以說目前呢 我們就是想做路由嘛 做路由之後 在這個按鈕上做個連結喔 點了某個連結呢 比如說這邊點Hero的連結呢 就會跳到這個 Hero的列表喔 那下面呢 這邊是說 你點了這個英雄嘛 點了任意英雄的話 你就會跳到這個 Hero Detail的列表 更正 Hero Detail Component 那 這個上面的連結會保持著喔 所以說 應該只有下面的東西會變動 這容易變動 所以說 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塊是不變的嘛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 這些地方都有喔 就是 不會變動的 然後就指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會被做切換 會切換喔 然後呢 你點這個連結呢 點這個連結會看情況喔 會返回到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去喔 它這個 back的連結呢 它是有兩個方向的喔 兩個方向的 再來 這個 列表 這個列表的話 它是說 你點到這個英雄的話 下面說 這個 Magnatus is my Hero 然後 你要看到Detail的話 就是要跳到 按這個按鈕 才能跳到這個 Hero Detail Component 來做檢查喔 我們繼續看一下文件的去述吧 我們繼續看一下文件的去述吧 新增 AppLouting Module 在Anglue中呢 最好在一個獨立的最上層模組中 載入和配置路由器喔 它專注於路由的功能 然後由 歌模組 App Module 會入它 按照慣例呢 這個模組類別的名字叫做 AppLouting Module 並且位於 這個 Src 這個 App資料夾下面 的 這個 AppLouting Module.ts 檔案中喔 那上面呢 文件叫我們使用這個 NG Generator 產生一個 Module 那這個 Module 是AppLouting的 名字叫AppLouting 然後它有個參數喔 參數呢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往下看 OK 它這邊寫說 Flat這個參數呢 是把檔案放進 Src App資料夾中 而不是幫這個模組 建立一個單獨的 目錄資料夾喔 Module App 告訴 Module等於App 告訴 Cli 把它註冊到 AppModule的 Inport陣列中喔 所以說 這個等於App 不確定是不是 對應到這個意思喔 反正它是說 你打這個指令呢 就是會把在AppModule 點 AppModule裡面的這個 Inport 應該是我們講的那個 NGGenerator 裡面會有Inport 我們看一下喔 AppModule中 這個 NGModule 裡面的Inport 應該會 在裡面插入 新增一個 APPLouting 那我們先把這個指令 打起來吧 這邊就直接複製喔 複製喔 複製個指令 然後開啟我們這個 comment line 那我這邊就是 我的Visicode 換了一個新的配色 白色的配色 那希望讓同學看到 我們這個字呢 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 應該會比較清楚啦 OK 我們這樣送出喔 OK 你有看到我們AppModule 點 TS檔案中已經被修改了 就是這裡多加了一行喔 多加了AppLouting Module 然後呢 在我們的這邊 專案的這裡呢 你做這個 AppModule.module.更正 AppLouting.module.ts檔案 所以說他就是希望我們 把路由寫在這邊嘛 寫在這個檔案裡面 因為我們之前 之前做這個 快速上手的時候 我們是在這個 AppModule裡面寫這個 Louting嘛 那他好像建議我們使用 寫在這個獨立的檔案裡面喔 還要維護我們的路由 好我們看下面喔 那目前呢 產生的檔案就會這樣子喔 那這是 CRI幫我們產生的檔案喔 AppLouting.ts檔案喔 那這個檔案呢 裡面看起來就只是 歐歐歐 這算是一個模組喔 那其實是一個模組嘛 所以說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NG Module 然後他有Import 一個Import Command Module 然後呢 他會report一個class喔 是AppModule的Model 跟整 AppLouting Module 這是目前喔 目前預設產生來的畫面喔 那我們要做成 修改喔 我們看一下喔 OK 他要做修改 那 他想把這個Module呢 當成這個 Louting來用的Module 所以說 他這裡 Import了Louting Module 跟Lots喔 而且呢 把Hero's Components也 會錄進來 這裡也會錄進來喔 為什麼呢 要弄到Hero's Components呢 我們看一下喔 OK 他這裡也在設定路由喔 設定路由 那 所以說 遇到這個連結 要Patch後面連結是Hero's的話 他把它導到這個Hero's Components去喔 然後呢 下面這裡喔 NG Module中 它的Import有做修改喔 是Import 整個陣列呢 是Louter Module .Fall Loop 是這種寫法 Louting Module.Fall Loop 然後把這個 Louts 給傳進來喔 傳進這個NG Module裡面喔 這邊還是個陣列嘛 那我們就從這裡喔 把它傳進來 傳到我們的NG Module裡面喔 傳到我們的NG Module裡面喔 接下來呢 你要一Port出去喔 就是一Port出這個 Louting Module 跟著Louter Module 好 我們就把程式碼進行修改吧 首先我們的這個 APLouting Module.TS檔案中呢 我們要匯入這個 Louter import from 這個 Angular Louter是這個嗎 Louter 然後我們看看喔 大關號裡面打這個 Louter 我看一下喔 它是在Louter 裡面拿到 Louter Module 跟Loutus喔 OK Louter Module 跟Loutus Louter Module 跟Loutus R-O-U-T-E OK 有嗎 好像有Enter 對 有這個東西喔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 Decolation好像用不到喔 用不到 然後 我們要Import的 Import的是這個 Louter Louter要Import進來喔 那我們還插一個Page喔 我們應該先寫Page吧 我們看一下 更正喔 它叫做Loutus喔 Loutus Loutus 然後它的型別指定成Loutus喔 大寫達啊 然後裡面是個陣列喔 有放這個Page喔 Loutus 那這個Tabernet給我提醒啦 有時候覺得蠻好用的喔 它會蒐集使用者數據啦 所以說它大概知道使用者大概會打什麼 那這裡要打個Page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 NG 有什麼 NG有提醒嗎 OK啦 這個也就有提醒了 NGLoutus 還幫我打來這個 有一個程式碼片段 幫我產生這個 Page喔 Page跟Component 那我這邊要打的是Loutus 就是我路徑要指定成這個 Heroes更正 Heroes Heroes 然後就讓它顯示這個 HeroComponent HeroesComponent 這個Component我現在是沒有嘛 那快速修復能找到嗎 欸有找到喔 它可以幫我找到說 我從這個 這個HeroComponents裡面 匯入HeroComponent 所以我按下去 OK它幫我產生這個 Import的程式碼 幫我匯入我的HeroesComponent進來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寫這個NGModule裡面的東西喔 我們再看一下程式碼 它是LoutureModule LoutureModule就是我們這邊 Import進來這個 Dot點 Dot點 ForeLoop ForeLoop 然後把這個Lout傳進來喔 然後傳進來之後呢 它這裡一破呢 會把這個LoutureModule給一破出去喔 好我們繼續寫一下 好我們繼續寫一下 這個Import裡面呢 這個ComponentModule就是用不到了 我們要用的是這個 LoutureModule 那先做點啦 這個ForeLoot ForeLoot 括號 裡面有指定它的值嗎 它是Loutes R-O-U-T-E-S Loutes 把它傳進來 接下來呢 我們再Export出去喔 那Export呢 應該會給提醒啦 這個 這個才是提醒 Property喔 Property這個才是AngleGerm的提醒 Export出去 然後也是一個陣列喔 裡面是把 剛剛那個Louture呢 也會出去喔 LoutureModule 拍板一下 OK 這裡是 這裡不用分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寫好了 這個NGModule中的這個 物件喔 就是MediaData 就Import跟Export 那接下來 這邊是不用更改嘛 那我們就往下看喔 首先呢 AppLoutureModule會 會錄LoutureModule和Loutes 以便 以便該應用的呢 具有路由器的功能喔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 Module要有路由器的功能的話 就是要會錄這兩個 這兩個 模組喔 配置好路由後呢 接著會錄Hero's Component 它將告訴路由器要去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寫這個Page嘛 Page喔 說 遇到這個路由的名稱的話 要去哪一個Component喔 注意 對 CommonModule的參考和Declaration的整理 是 不是必要的 因為他們不再是這個 AppLoutingModule的一部分 以下個節呢 將詳細介紹 AppLoutingModule的其一部分喔 所以說 剛剛看到這個 CommonModule跟Declaration 我們現在已經刪掉嘛 就是說 目前是 這個程式呢 這個檔案呢 應該是用不到它的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把它刪掉了 我們往下看喔 路由喔 該檔案的下一部分呢 是你的路由配置 Loutes呢 告訴路由器 當用戶單集連結 或將URL貼上 進瀏覽器位置時 要顯示哪個檢視喔 由於AppLoutingModule 然後呢 已經會錄了Hero's Component 因此你可以直接在 Loutes陣列中使用它喔 OK 它就是這樣的寫法 那這邊的Page呢 就是Loutes會告訴路由器喔 說 當使用者點選什麼連結喔 連結的時候呢 就看後面的值喔 那就對應到哪個 哪個component喔 那目前是Hero's嘛 所以說 前面是我的 網站的網址嘛 那後面呢 就是我們的 這個路由參數嘛 我們後面接Hero's的話 接Hero's的話 就應該跳到 Hero's Component喔 抹一下看 典型的AngularLout呢 具有兩個屬性喔 就是Page 用來匹配瀏覽器 位置列中的URL字串 以及Component 導覽到該路由時呢 路由器應該建立元件喔 OK 意思說 你的網址列的URL 做變化的話 這個Page會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哪個component喔 就是所以說 應該顯示到那個component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 這個component應該是被建立的喔 會被建立喔 切換到某個Page 某個Page就會建立到這個Hero's Component 這裡講的是建立嘛 所以說你離開這個頁面呢 或者去其他頁面的時候 那component就會消失了 就算是結束掉了 結束掉 然後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component 那建立component的過程呢 它這裡講說 它是路由器幫你建立的喔 那原文上這個英文呢 路由器是指 La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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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ter會幫你建立 因為有時候是自己講的是路由嘛 Lauter 有時候講的是Lauter 就是稍微要區分一下 是Lauter會幫我們建立component 社會告訴路由器 把URL與Page的Hero's 做匹配喔 如果你的網址類似於這樣的喔 就是Localhost 4200Hero Hero 那應該要顯示 Hero's Component Hero's Component 那我們目前的網址 到底有沒有使用路由的功能呢 我們看一下喔 那我們這邊就是 我們先把這個檔案存檔 存檔 現在還沒存檔 先存檔了 我們的檔案 我們有在APModule.t的檔案中說 我們要使用 要使用這個APModule 但我們不確定 到底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起用路由的功能喔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網址喔 我們現在顯示這個Hero's有用嗎 Hero's 好 好像有用又好像 不確定耶 有沒有明顯變化 OK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還沒有做其他的元件嘛 所以說好像 不管按什麼路由都是同樣的地方嘛 都有顯示Hero's Component嘛 那我們先去看文件喔 Lauter Module for Root NG Module的Media Data 會初始化路由器 並開始監視瀏覽器位置的變化 下面的程式碼 將Lauter Module 有新增到 AppLauting Module的 Import陣列中喔 同時呢 透過呼叫Lauter Module的 Fold Loop 來用這些Lauters 配置它喔 那這個 配置呢 這個Lauters 就是我們剛剛 前面寫這個 這裡喔 Lauter陣列 來配置它喔 我們往下看 它是這樣子寫喔 就是Import有個陣列喔 那裡面這個陣列呢 是 Lauter Module Fold Loop Fold Root 這個方法呢 之所以叫Fold Root 是因為你要在應用的最上層 配置這個路由器 Fold Root方法呢 會提供路由所需的服務 提供者和指令 還會藉著瀏覽器當前的UIL 執行首次的導行喔 所以說 這個Fold Root的話 應該指的是 就是 我們應用的最上層喔 就是只有 應該是指 給我們的 App Module來使用吧 App Module 因為我們現在 Application最上層的話 應該就是指這個 App Module.ts 答案喔 所以說這個Fold Root應該給它來使用的喔 我們看一下喔 下面喔 Fold Root的方法呢 會提供路由所需要的服務 提供者和指令 還會基於瀏覽器的當前 UIL 首次 導航 所需的服務提供者和指令 是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不太了解了 看一下喔 它原文呢 它這邊寫 Service Provider and Directive 如果 For Looting呢 我們就是繼續看 文件下面有沒有跟我們說明喔 接下來呢 在App Module中呢 匯出 Export出你的Looting Module 以便它在整個應用程式中生效 所以說 你沒有Export的話 你整個 你整個 你整個磚喔 其實是無法吃到這個 App Looting Module 吧 因為要有 匯出才能生效的這個意思喔 我們往下看 新增路由出口 Root Outlet 開啟App Component的範本 把App Heroes的元素 替換成Root Outlet元素 OK 喔 喔 就是路由切換的元素 它需要有個 出口 所以說 我們剛剛 剛剛我們 我剛剛有嘗試這樣子 切換的時候嘛 打這個路由進去嘛 它好像也不知道我們是 要更改哪個地方 它並不知道我們哪個區塊 要更改這個元件顯示嘛 所以說 這邊可能顯示的是預設的吧 我這邊亂打一個東西上去看看 OK OK 它還是有顯示喔 只是顯示到原始的 Component 所以說這邊講的應該是 我們路由沒有對應到 所以我剛剛亂打是沒有反應的 亂打是錯的 但如果路由對應到的話 OK 它真的是顯示這個 Heroes 但只是 只是內容其實沒有變化嘛 因為 這個路由的顯示是什麼元件 它顯示在哪裡喔 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沒跟它講 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沒跟它講 所以說我們要新增一個 讓路由新增一個出口 OK 這個原文只寫了 add add router outlet add router outlet 那 router outlet 應該就指說 我們路由切換的時候 這個component 這個component 要放在哪裡喔 就是放在這個 router outlet裡面 所以說 開啟appcomponent的範本 把appheroes的元素 替換為 router outlet元素 替換成 router outlet元素 替換成 router outlet元素 我們看一下 到appcomponent的html 它範本就講的就是html 把appheroes拿掉 改成 router outlet 那它知道這component 這某個地方應該知道 router要抓的 要顯示區塊 是在 router outlet的名字裡面 這component裡面 跟這樣 應該有slater 應該有個 某個地方設定一個slater 叫 router outlet 然後會把這個 router的值 放在裡面 然後也許我們開文件 就知道這是哪裡喔 這好像被我們改掉 所以說 appcomponent的範本 不再需要了appheroes 因為只有當用戶導航到這裡時 才需要 顯示 heroes component 就是顯示所有英雄 router outlet 會告訴路由器 要在哪裡顯示路由的檢視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那個路由器 當我們路由切換的時候 要換哪個component 那 路由器就知道說 要在這個router outlet裡面 切換 切換顯示那個component 好 好玩一下看 能在appcomponent中使用這個router outlet呢 是因為appmodule匯入了app routingmodule 而app routingmodule中匯出了router module 在本課程開始時 你執行的nggenerator命令 添加了這個賄賂 添加了這個賄賂 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找這個參數 就是 減減 module等於app 這個參數 如果你手動建立了 apploutingmodule.ts檔案 或使用了 cli以外的工具 那你就需要把 apploutingmodule匯入到 appmodule.ts檔案中 並且把它新增到ngmodule的import陣列中 ok 所以說 我們如果沒有打這個參數 沒有打這個參數的話 那 在 appmodule並不會匯入 這個apploutingmodule 所以說 我們沒有匯入的話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需要自己手動 input它 然後並且 新增到這個appmodule裡面的ngmodule的impost陣列中 ok 所以說 這個module等於app 只是說想 要再input到 appmodule裡面的意思吧 下面說 你的cli命令應該還在執行喔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們的ngsurf 在這裡喔 看一下 現在 這裡有存檔嗎 喔 還沒有存檔 存檔一下喔 存檔一下 看一下喔 還在build喔 稍等一下 那現在是build好了嗎 重新整理是有畫面的喔 重新整理是有畫面的喔 那我現在網址拿掉呢 ok 就是網址拿掉 預設的話是沒有畫面的 除非我指定這個路由喔 指定路由Heroes的話 才能顯示到我的Heroes component喔 我們看一下文件 我們看一下文件 瀏覽器應該重新整理 並顯示應用的標題 但是沒有顯示英雄列表 看看瀏覽器的位置列 URL是以這個斜線為 斜線結尾的 而到Heroes component路徑呢 的路由路徑呢 是Heroes喔 Heroes喔 所以說如果 我們後面沒有加Heroes的話 應該是看不到 看不到這個英雄列表 看不到英雄列表 所以說他跟你說 你在網址後面加了Heroes的話 就加到你URL後面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 熟悉的主同結構的 英雄顯示介面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熟悉的畫面 我們前幾天做的 做的這些功能都在這裡喔 他說現在都放到這個 Heroes這個路由裡面才有喔 嗯 現在還有多少 感覺還有好多的感覺喔 那我們先把這個路由連結先做完喔 新增路由連結 LauterLink 理想情況下呢 使用者應該能透過 點擊連結的方式 進行導航 而不用被迫 把路由的URL貼到 位置列上面 就是說 你必須要 在這邊 輸入路由 你應該是 使用者點一個連結 就會切換到 那個路由去喔 所以說 新增一個NAV元素 並在其中放一個A連結 當點選它的時候呢 就會觸發一個到 Heroes Component的導航 修改過的 APP Component如下 OK 我們這邊要接 在NAV中 建立一個 LauterLink LauterLink連結喔 那我們先打一遍嘛 在這邊 我們顯示一個 Nav 然後裡面有個 A-Link A 然後 R-U-T Lauter 沒有 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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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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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的名字叫做 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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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畫面 更正 還沒有存檔對不對 對我還沒有存檔 再回來網頁這邊 這邊多了一個英雄列表連結 我現在是在希洛斯 回到這裡 我點這個連結 你看他路由就切換 然後英雄列表也正式顯示出來 RouterLink屬性的值 為斜線Heroes 路由器會用它來 匹配出指向Heroes Component的路由 RouterLink是 RouterLink指令的選擇器 Directive Directive的選擇器 它會把使用者點選 轉換為路由器的導航操作 它是Router module中的另一個公眾指令 重新整理瀏覽器 顯示出應用的標題和指向英雄列表連結 但是並沒有顯示出英雄列表 點選這個連結 位置列變成 斜線Heroes 並且顯示出英雄列表 他這邊講的是說 這個 你現在預設路徑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的情況下就是 沒有顯示英雄列表 沒有顯示英雄列表 你要按下這個連結 才會導航到這個 Heroes Heroes這個Patch 才能顯示英雄列表 那 他說RouterLink是Router指令的選擇器 我們看一下這個頁面講什麼 我們看一下喔 下面應該有個說明嗎 說明喔 如果 如果 你要配置這個 這個是我們設定的路由 如果想要連結到這個 User的這個 Name的路由 你可以使用RouterLink指令 那 LouterLink指令 那 就是講 OK 這個LouterLink指令 就是我們現在的文件嘛 所以說 這是一個指令喔 一個指令喔 用來告訴導航說嗎 導航到哪裡去喔 我看一下最上面喔 我看一下最上面喔 OK 所以說 LouterLink這個指令應該是 LouterModule提供的 LouterModule提供的 我們看一下啦 我們看一下F12 能不能給我們提醒喔 這個原石碼好像 目前有工房看不懂 現在的原石碼還寫什麼 OK 好吧 我們就這邊先 先表管吧 我們先回來文件這裡喔 至少我們知道 LouterLink這個 Delative呢 可以讓我們導航到 連結到特定的路由喔 OK 下面有說 你這邊 如果你對 你想新增一個私有樣式 下面有提供那個 最終程式碼 有對這個樣式做修改喔 你可以把我們的 導航連結變得更好看一些喔 那我們先複製這個程式碼 把這個CS加進來 它是新增在 appcomponer.cs 裡面喔 看一下 appcomponer.cs 我們現在 這個 這個nav 這個nav 這個元素 它是放在appcomponer裡面喔 那我們appcomponer裡面的cs呢 目前是 空的 是空的 所以它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 更改這個componer的cs4 我們就把它複製 貼上來喔 貼上來 然後存檔 存檔之後 我們要看這個 看這個專案喔 它現在重音編譯整理喔 OK 至少我們現在連結 變得比較好看喔 它就是有一個 有個灰色的框框喔 那回到 我們文件喔 文件剛剛 好像做了 做到這邊嗎 看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先做到這邊好了 已經講了半個小時了 我們今天先做到這邊 那明天再把它 接下去的就做完了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會 掰掰